大马士革上空来袭的美国导弹 风暴因应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境内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 按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说法 此次美金发射的精确武器数量为2017年 对叙利亚空袭时的两倍战斧式巡航导弹 众所周知 美军在2017年空袭叙利亚基地时 一共发射了59枚BGM-ADM-109战斧式巡航导弹 而这次空袭叙利亚按照说法应该发射了120枚左右的战斧巡航导弹 即便按照最便宜的Block-4型战术战朴70多万美元的售价来看 美军一晚上单单是战斧巡航导弹的花费就在8000万美元左右 LASM导弹 而且美军此次空袭还派出了B-1B轰炸机 很可能发射了新型的LASM隐身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的造价达到了300多万美元 美军很可能借助这次空袭来对LASM进行一次实战考验 如果这120多枚导弹里包含了LASM巡航导弹 再算上各个舰艇轰炸机出击的损耗花费 美军仅在第一天的空袭中就耗资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亿多 此次行动出动了B-1B轰炸机1亿美元看似不多 但这只是美军的一次大规模空袭 由此可见现代化战 争真的是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没有国力支撑 根本就打不起高科技战争 而这1亿美元的带来的打击效果暂时还未知 按照俄罗斯军方的说法 有多枚导弹被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 如果打击效果不理想的话 美军接下来还需要重新对预定目标进行空袭 届时仍然需要大把大把的撒美金 基敏机和潜艇相比之下 英国的打击规模就吝啬得多了 据悉英国出动了狂风战机 发射风暴音音巡航导弹 数量应该不会太多 而英国还派出了一艘基敏机攻击型核潜艇 准备对叙利亚进行打击 但是英国当年只采购了120枚潜射型战斧导弹 在近几年军事行动中仅发射了几十枚九库村告急 随后英国又紧急从美国额外订购了65枚战斧导弹 目前英国的县村战斧导弹可能在100枚左右 因而在此次的军事行动 英国只派出了一艘基敏集合潜艇 携带30枚左右的战斧导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